哈喽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想谈一谈植物蔬菜掐尖的问题 对,你没听错,就是要把尖给掐掉 那么为什么我们会要掐尖 那么实际上因为我们最近谈到了很多这个方面的因素 那么一个方面呢就是说要让它的营养分布均匀 而不是让一个知识独占或者是吸收大部分营养 而影响到侧知其他的知识的生长 第二个目的呢就是我们掐尖的目的呢 就是为了让这个形状变得均匀 从而接受我们接受阳光比较充足 更有效率的接受阳光 那么我们怎样去掐尖呢 我们可以看到 好,我们掐尖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首先呢 我们要分清这个枝干的枝子的有几种type 一种type呢叫做生长枝 或者有人叫土长枝,土生枝 那么这种枝子呢 往往都是在树干上面直接出来的这种枝子 这种枝子呢 由于它接受到树干 所以说它比较有优势 它们长得就疯狂 那么我们要对它呢 要控制它 所以说呢 我们就叫把它控制住 然后我们就对它的尖进行掐掉 那么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枝子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枝子呢 它是从树干上面过来的 然后枝子串上来 串上来的这个枝子呢 它长得很疯 串出来很多 那么旁边呢 那么旁边呢 我们有侧子 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侧子出来 那么在侧子呢 所以我们想让它的侧子进行发展 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尖呢 我们要进行掐掉它 把它这个 你看我们就把它的这个尖给掐掉了 这样的话就让它呢 让侧子发展 这样的话就 就放弃它 让把营养均用到这个侧子上面去 比如说我们现在还有一个枝子 那么比如说这个枝子也是很旺 很旺 它长得很高 穿出来一大截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对它的头呢 进行cut 那么cut呢 我们要进行掐尖 那么我们继续掐尖的 把它掐掉 掐掉以后这样的话 它就会从侧子然后发展 那么在掐尖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要太靠近侧子 因为你太靠近侧子以后 这样的话会失水分 而影响到侧子的发展 这样一个枝子 比如说这样一个枝子 那么这个是生长枝了 那么生长枝了以后 它长出来 然后从树干上过来 然后现在呢 它分出来好几个枝子 知道吧 它分出来好几个这种 这叫密生枝 那么我们为了让它侧枝的发展 所以说我们把它的这个 你看它的形状极不均匀 那么我们把它的这个东西 给它cut掉 这样的话就让它 让这样的话 它就可以测滞去均匀地获得营养 这样的话它就可以长得均匀 形状好 那么长均匀以后 这时候呢 阳光呢 这是也比较容易 容易均匀分布 所以说呢 这个树呢 就长得比较好 如果说是你让某一个枝子过分地获得阳光 而其他的枝子这样的话 这个树的这个发育就不正常 这棵树呢 比如说这棵树 那么这个树呢 它长的就是出现了很多的这种 spike的突生枝 那么突生枝出来以后呢 这个突生枝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从树干上面直接出来的这种枝子 那么树是长到这以后呢 然后它就分叉出来很多的树 那么可以看出 你们可以看出 它从分出了一个 又分出来一个 然后这个是生长枝 那么突生枝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为了就是让它 就是不要过分地让这个去生长 而我们希望它的侧枝生长 这样的话 而往往侧枝呢 还都是一些水果枝 就是结果的枝子 我们结果的经常很多果树呢 它的这个结果都是在侧枝上面结果的 所以说呢 我们要对它进行cut 我们就 我们就把它的这个控制住 让它的这个 让你看 我们这有侧枝出来 在靠近侧枝的地方 然后我们把它cut掉 这样的话 它就会让这个侧枝发展 发育 这样的话就会使得这个均匀地接受更有效地接受阳光 比如说我们这儿也有这个枝子 你看 它这个 这个 这个 长的 生长枝长得很长很长很长 它从这儿呢 分出来两个枝子 一个是这个枝 还有一个这两个侧枝 那么在两个侧枝呢 那所以说呢 我们呢 要希望它就是侧枝 有发展 那么我们所以说呢 我们把它的这个 在这个靠近 靠近这个侧枝的地方 我们把它 cut掉 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它有两个侧枝 两个侧枝 这样的话会 长得比较好 可以看到这个枝也是在这儿分叉 分叉了以后 然后我们出来 现在这是个生长的凸长枝 然后凸生枝 那么这个凸生枝呢 它长得很长 然后它很有 所以说呢 我们现在 我们要在这个 它分叉上面 我们进行cut 这样的话可以让这个枝子呢 控制它的长势 凸生枝 它一般是不结果的 那么 所以说呢 它结果 而结果果汁呢 往往都在侧枝出来 然后是结果汁 为了让侧枝 结更多的果汁呢 我们应该就进行cut 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让它 侧枝发育的比较多 这样的话 到明年结果的时候呢 这些侧枝 就会结很多的果汁 一般来说去 减枝呢 一般都是在冬天 减枝 因为冬天呢 是根部发育的一个时候 那实际上 春天以后的两个月 这些枝叶 正在迅猛发展的时候 它的营养均衡 特别重要 所以说呢 我们在今天是这个7月10号 那么7月10号呢 这样的话我们掐尖 进行掐尖 这样的话就会使得不至于浪费我们的这个营养 而让枝叶能够集中营养 集中营养 有效的利用营养 这样的话就可以保证我们这个树呢 发育增长比较均衡 所以说呢 这个无论什么时候都需要注意进行掐尖 不一定飞得到冬季 因为到冬季以后枝叶已经长了很多很多了 你这个时候再把它cut掉的话 它会浪费很多的营养 已经浪费很多的营养 所以说我们从任何时候都要进行 都要密切注意有这个不均匀的问题 要及时的处理 好了今天就谈到这个地方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如果出现不均衡的状态 要及时的掐尖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 特别是蔬菜 很多这个蔬菜的这个掐尖的那个尖 有的时候还是可以食用的 比如说这个扶手瓜的掐尖的那个尖 它就是龙虚菜 所以说我们要在掐尖呢 我们还可以食用这些尖 我们可以食用这些论的尖 好了谢谢大家收看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的连结键 订阅 订阅 转发 点赞和收藏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